大家好,我是墨小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南瓜饼的制作技巧 因为咱们多数朋友在家里面做南瓜饼出现的小问题比较多 比如说回缩严重 红面的时候掌握不了稀愁 再一个就是甜度掌握不好 今天就围绕这些话题 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南瓜饼的制作技巧 让咱们做出来的南瓜饼长时间的保持圆润不回缩 先准备一下所有的材料 这里是糯米粉150克,盛面40克 盛面就是小麦淀粉 然后咱们准备白糖60克 再准备一些面包糠 面包糠可以用黄的也可以用白的 南瓜蒸熟之后大概有个80克左右 直接把它捣烂,把白糖放进去 给它捣在一起 这样咱们和面就会比较细腻 南瓜泥做好之后咱们直接开始和面 和面的时候这里就没什么讲究 因为咱们在家里做不需要很专业 直接把南瓜泥全部倒进去 咱们就不需要加水了 这个量是刚好的 这要提醒大家一下 咱们如果直接吃就可以稍微活的稀一点 这样做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如果说要保存一下 咱们可以稍微活的硬一点 这样咱们再保存 第二天使用也不会影响 面团搅好之后放上10克猪油 给它掺进去,这时候它有温度一会儿就化 然后咱们直接上手 把里面的猪油 还有一些干的小面块 给它揉匀就可以了 揉好的面团就像咱们画面中这样的软度 看上去亮亮的就可以了 接着咱们准备一些豆沙馅 给它团一下 团的时候咱们撒粉的时候 最好不要撒面粉 撒一些糯米粉 这样它就不会苦 煎料的大小根据咱们的面皮来决定就可以了 接着咱们撒上一点糯米粉 把面团在上面稍微搓一下 就可以直接制作 咱们今天活的这个面团 它稍微有点软 所以说咱们直接制作是比较合适的 直接上手给它按一下 稍微按得厚薄均匀一点 包上馅料 包盐 只要不让它漏就可以 朋友们在家里面包的时候 尽量不要包的太大 可以稍微包的小一点 太大的话容易露馅 因为这个不太好控制 然后咱们做好之后 直接放到面包糠里 不要放在桌子上 因为它会粘 其他的用同样的方式 做完就可以了 做好之后 咱们直接在面包糠里面 给它压扁 压扁这样 面包糠也会粘得更匀 到这一步 南瓜饼的制作 咱们就算完成了 做好的南瓜饼 咱们直接烧油 烧油的温度在 170度左右 咱们直接开炸 炸南瓜饼的关键 第一个是油温 再有一点呢 就是咱们炸制的程度 都决定了 它是否回缩 炸南瓜饼的时候 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它飘起来之后 稍微按压一下 它就会起得特别好 然后呢 咱们稍微敲一下上面 什么时候感觉硬硬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炸出来之后 绝对不会回缩 保持的时间 也在40分钟以上 多数朋友在家里 炸制的时候呢 都炸制的不到位 它表皮就不够脆 它也会出现回缩 所以呢 咱们要注意好 上面所说的这些内容 它又不会回缩 又非常的软糯 香甜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内容 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 加关注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 也别忘了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